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综艺节目里头 都还会看到当年英雄本色的影子 而无独有偶的是 这种电影剧本的情节 竟然会活生生地 在台湾的现实世界上演 曾经名列台湾十大枪击药犯的蓝元长 他的哥哥蓝文仲就是个刑警 在一次激烈的警匪枪战的围捕行动当中 做哥哥的最后亲手给弟弟上了手铐 而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这一对在同样一个环境长大的兄弟 长大之后各自走上相反的道路 香港电影英雄本色 狄龙和张国荣这一对兄弟党 哥哥是黑道 弟弟是警察 戏剧性情节 发生在台湾十大枪击药犯 蓝元长跟哥哥身上 我是警察 他是贼 在法律上 我们走的是两条路 只不过角色颠倒 哥哥是金牌警官 弟弟是十大二匪 蓝燕昌 十大枪击药犯里面 而且在中南部 是非常凶狠的一个黑道人物 不要再做了 你弟弟一向不知道你是黑道的 我记得你们小的时候 跟你们警察抓小偷 他输了 还是闹着当警察 我不想你们两兄弟长大了 还玩这种游戏 蓝元昌兄弟俩 从小就命运大不同 他们在台中金犬刚眷村长大 爸爸是老兵 妈妈管教严格 哥哥和姐姐成绩都非常好 但蓝元昌就是爱玩 让妈妈很操心 蓝元昌从小 他的表现非常好 蓝元昌是他的弟弟之后 他的爸爸妈妈 总是第一个比较的对象 就是他哥哥 真的你哥哥表现这么好 做得这么好 你为什么不能像他一样 所以就对他很严厉很管教 希望他能够跟哥哥一样 那说实在话 蓝元昌从小就觉得说 哥哥在我前面 他是一个楷模 是我模仿的对象 我要去做的对象 那可是我永远打不到 他那个样子 他妈妈蛮严厉的 做什么事情就 虽然是女性 但是性格也是很男性化的 可能这样对他来讲是有 爱之生 直直卷的味道 对孩子期望很深 然而铁的纪律 打骂管教 蓝元昌很不能接受 加上爸妈经常为了钱大吵 蓝元昌不爱回家 国儿辍学 13岁就加入黑帮 父母为什么小时候常常为了 家里面的经济问题 在忘记一点点 他就觉得说很奇怪 所以他就觉得说 家庭没有温暖 我就 所以他13岁的时候 常常就逃家去外面混 那你也知道 那个年代的小孩子 如果在外面混的话 遇到一些同侪的小朋友 你如果遇到是好的 那就算了 可是通常会在外面混的话 通常都不是什么好孩子 对不对 所以他就是因为这样 踏入了黑帮 蓝元昌16岁时 跟着朋友去讨债 半路遇到警察 被控截火抢劫 关了四年才出狱 蓝元昌觉得 警察跟社会毫不公平 警方第一次扫荡黑帮 在逮捕的行动之中 他就被贴上标签 因为你就是小混混 你就是黑帮 你就是黑帮的小孩 所以他13岁之后 就被人家跟黑帮 划上等号之后 他从此你知道吗 那个年代 只要是被贴上标签之后 你要怎么洗都洗不掉 所以他只好越玩越偏 后来蓝元昌跟着一个老大 从赌场小地做起 每天带着枪到处讨债小事情 因为小时候住靶场附近 从小对枪不陌生 有因为他从小 他就在靶场附近成长 他家附近就刚好有个靶场 所以你知道 他小时候怎么去赚年用钱 去靶场里面捡蛋壳 捡蛋头 对不对 就捡那些东西之后 再拿去变卖 从小就埋在他心里面 很大的一个梦想就是 我们哪一天 不是只有抽签而已 我们哪有钱 要多好啊 有一把枪在身上 蓝元昌觉得很微风 一心想着 要买火力更强大的枪 但得花更多的钱 那个时候什么事情 可以赚最多钱最快 就是投蓝花 台湾早期是蓝花王国 那个蓝花每次查到都是 几百万 几十万起票 甚至还有一株蓝花道的 净千万 所以那个时候 他就当干起的蓝花大道 吴本生意就开始去偷东西 对不对 那可是你偷东西也是会被抓 那出来之后 人家又觉得说 你摔那些钱 你也拿一些来捆 道上弟兄眼红 相分一杯羹 开始有人找麻烦 蓝元昌对枪越来越痴迷 那个年代 一把长枪要百万 一颗子弹上千块 他不手软 蓝元昌曾形容 这是一种自我催眠吧 以为自己是一尾龙 你看他赚了钱之后 他卖车 卖房子 卖什么东西 就是为了要干什么 去买枪 就他最后竟然长短枪 什么都有 因为他觉得说 枪是一种社会象征嘛 对不对 我在黑道里面混的话 我穿了拿出来 比你更多 更大 是不是我的道上的 那个威吓力就提升 蓝元昌爱枪成痴 几乎成了他第二生命 就像我们收藏很多东西 在收藏品的话 你今天一定会去找真品 如果在市面上市场上 你听过说 在这个地方的话 有什么珍藏的稀品 像我们收藏什么求援卡的话 你一定什么限量发行的 或者是有签名什么的 所以现在收藏枪也一样 但刚开始可能就是一般的 短枪 长枪 可是久了之后他就开始 有钱了之后 他就开始要收集一些真品 包括M16 AK47 那个时候大家都讲 这个是真品 那子弹的话 弹头都穿假弹什么东西 或者枪榴弹之类的 他长枪短枪就开始收藏 所以他收藏会上瘾 越收越多 他宁愿请掉弹头 把这边抢来的钱 全部拿去买枪 对不对 那买枪的话 他又喜欢这枪 你知道他晚上睡觉 他自己讲说 他晚上睡觉的时候 不是我们不是整个枕头 戴着棉被 不是 他是整着枪 对不对 枕头下面放着枪 身上是抱着枪 长枪这样睡觉 后来买了很多枪之后 他竟然还租了一间房间 放这些枪 放这些子弹 他常常有时候叫他女朋友 自己在家里面租对不对 他跑去那个 他租的房子里面插枪 插到天亮 所以那女朋友常常就跟他讲说 原来你爱枪 胜过于爱我这样 搜集好枪 得花大钱 蓝元窗动了外脑筋 中青路上面有一间诊所 生意非常好 很有名 他竟然去勒索那个 诊所的那个小开 绑票之后跟他要了五百万 那个年代民国七十几年 五百万那要多少钱 蓝元窗竟然把这个诊所的小开 带到山上里面 在大腿上面钉毛钉 而且把照片寄给那个诊所开 所以那个医生吓到之后 只好把他家里面说 可能变卖的东西全部变卖 就是要把这个赎金筹给蓝元窗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蓝元窗 混出在黑道上混出了一些名气 大家也知道说原来他是很角色 得手后又砸大钱继续买枪 不断恶性循环 蓝元窗越陷越深 有枪在手 天不怕地不怕 他就是老大 所以只要哪里不高兴 哪里有什么事情 为了利益的话 他可以拿着他的枪 去跟那个大叔娘 就是因为这样大家就觉得说 你这也是一个神经爱对不对 你竟然在这个黑道上 竟然不注重这些辈分 你也不管他是大哥还是小弟 穿上去就要跟他赎费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蓝元窗才混出了名气 他也就开始在中部地区 大台中地区开始横行 包括一些辱人勒鼠 或一些恐吓 恐吓取材的案件的话 就一直一件一件地坐下来 狠敢跟警方火拼的一个角色 作案的手法都是非常狠 非常毒的 所以他那个时候动不动 就会拿着枪去跟黑道火拼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跟他在一起 同伙了一个叫做 草翠法拉 张崇发 另外一个就是小鹿 许诗乐 对不对 这三个人 他们三个人就组成一个犯罪集团 就在大台中地区 中部地区 就开始恐吓一些名义代表 恐吓一些诊所医院什么 所以他们就犯下了很多案件之后 而且他又常常跟人家火拼 所以那个时候他搭上了末班的 十大枪级要犯 对不对 十大枪级要犯 最后一批的那个防守 就是蓝元昌 所以那个时候警方就视为说 你老乱治安 当然要帮你绳治愈法嘛 治安败坏 警方颜面无光 全力弃捕蓝元昌 1989年8月9号 掌握到他跟同伙躲藏在台中 大新街的这一处社区 而且蓝元昌说实在话 他在逃亡期间旁边一定要有 一个女朋友服侍他这样 跟他在一起这样 所以那天之后 警方算是瞎猫碰到10号子 就在那个地区 可能藏匿的地点 竟然看到他的黄姓女友 买菜回来 所以警方就跟着他后面 就是供上去 警方鹤腔实弹 对面大楼顶也部署 盖元戒备 展开微博 其实蓝元昌他们警觉性很高 他女朋友在开门的过程之中 他就觉得说不对 平常女朋友开门 没有这么久 他们在仔细观察之后 发现说除了她女朋友之后 外面还有其他人影 他就表示说警方来了 他们已经紧急 所以枪拿起来之后 等到那女朋友一进屋之后 他们就对外开枪 对不对 那警方那时候就想说 里面枪传后谁在等了 子弹打出来之后 他们就开始双方还击 对不对 那时候是大白天 那女朋友刚买菜回来 大白天 很多民众听到枪声大作的时候 全部都围观了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封锁线的那种观念 所以大家就想说 这个时候如果再继续发生枪战的话 而且听说蓝元昌有手榴弹 他如果把手榴弹丢出来之后 不仅警方伤亡的话 连附近围观的民众 都可能会造成伤亡 所以警方那时候怎么办 只好跟他对峙 跟他心理谈判 当时也是六支 当时物资充过下一支三把手榴弹 所以他当时的活力也是很强 他当时是被警察不信任 他当时就骗他就对 他们认为我们会 把他诱服到门口骗小孩 我们会当成来病 那个年代对于枪戟药犯的 唯一捕工作的话 通常是生死不论 就是你在枪战的话 我可能就是在枪战过程之中 就直接把你隔壁 对不对 而且那个时候说实在话 许诗乐他 那个蓝元昌的小弟 许诗乐这个脖子 警部已经被警方擦伤 所以他那个时候 也需要紧急就医 所以那时候他说 我现在如果投降出来之后 我手无穿地走出来之后 你如果警方趁那个时候 开枪把我击毙怎么办 狙击手早在制高铁 枪管瞄准待命 蓝元昌心理由底 得找救兵保命 那个时候台中市警察局 刑警队长叫做刘柏良 他就讲说 没有我来跟你谈判了 而且那个时候十大将写 要不要在围捕过程之后 连警政署署长庄亨带 都已经跑到现场来了 那双方降在那边 那怎么办呢 就跟他喊话 就说那你要什么条件 我们来谈 谈话说你要不要出来投降 或怎么样 蓝元昌那时候突然讲说 我现在在里面 我也不可能突围嘛 因为那个门 我刚才讲说门 一个蛮宅宅的门 我如果要突围 警方这么大规模 正常在那边等我的话 我要冲出去也不可能啊 所以那时候突然间 蓝元昌从里面冒出一句话说 你叫我们大人来啦 我们大人来 我现在要跟你说 你知道吗 那个警政司长庄 在那现场撒来 那他们大人是谁 他进来问旁边 其实那时候大家都知道 他们大人就是那时候 在保卫总队当小队长的蓝元仲 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从来没想到有这个哥哥 宋子杰 成了大的案子 你不用再管了 我怕你误了大事 因为蓝元仲以前在台中市 警察局刑警队的生机队嘛 那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在围捕蓝元昌的过程之中 常常都抓不到人 他们就讲说 你为了要避嫌 你蓝元仲这边 你会不会同胸报信 就跟你的弟弟讲说 警方要围捕你 那哪里在布线怎么样 透露消息 所以那时候为了要避嫌 把蓝元仲调到保卫总队 那保卫总队 你还是抓不到蓝元仲嘛 对不对 那后来你这次蓝元仲之后 突然间蓝元仲讲说 我们大人来 我要跟你说 你会亲手靠他吗 我会亲手靠他 我会 我肯定会亲手靠他 兄弟一匪一警 然而手足情深 蓝元仲的哥哥 能够狠下心来吗 你会亲手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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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蓝元仲果然进到现场之后 跟他弟弟小语大语讲了之后 所以那个时候双方两个兄弟 在里面谈了之后 蓝元仲 还把他的枪 子弹 打母弹什么东西 所有的武器都包着 放到手提袋里面 交由蓝元仲拿出来 1点20分 在他的哥哥 也就是身为警察的蓝元仲的劝说之下 在今天晚上7点20分 谢谢投降 离开了他被围困的房间 由于蓝元仲 携带有枪支还有手榴弹 对 那时候他们三个人出来 包括超水管的他们出来 他就想说 为什么最后他们会留下一枪一弹 就是我第一个人走出去之后 我一定安全没事之后 对我们后续才会录 才会再跟出来 如果我们第一个人走出去之后 就被你警方隔壁 或者怎么样的话 那我们其他两个人甘愿 宁愿就在里面自杀了 而且那个时候 听说他的黄姓女友 已经怀有生命了 所以他也希望说他的黄姓女友 在这波枪战之中 能够好好的前针 前针而退 不过往后 蓝元仲被两名原警 一左一右压解着 双手上靠的他 直视前方面部表情 他跟哥哥手足情深 却因为警匪之间对立 牵动着彼此命运 在哪里下货 什么时间下货 不知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 怎么做大哥 阿杰 不许 不许叫我名字 叫我警官 警官 我没做大哥很久了 蓝元仲 他虽然贵为一个警官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吗 蓝元仲 他虽然很少对外提起蓝元仲 这个弟弟 可是说实在话 他也常常陪着母亲去 监狱里面看弟弟 所以他弟弟也能够感觉到说 其实他哥哥也是对他是关害 而且他也知道说 当年他十大枪棋要办 跟当警察的哥哥 确实是拖累他了 对不对 那蓝元仲说实在话 你说你有一个十大枪棋要办的弟弟 你走到哪里的话 每个长官也都对这个远警 有一些疙瘩在 所以他后来的升迁变很慢 那说实在话 我们不可否认就是因为 蓝元仲是蓝元仲的弟弟 影响了蓝元仲后来 在警界的一些发展 尽管改变不了 分数黑白两道的事实 蓝元仲 蓝元仲 永远是血浓于水的亲兄弟 蓝元仲曾经感慨 劝过弟弟很多次 却没能及时把他拉回正途 是他心中永远的遗憾 阿杰 你没有错 我们走的路不同 你走的路是对的 以前我走错了 现在重新改革 不算太晚吧 他愿意去看他 他是警官 高丁警官 也愿意去监狱看他弟弟 就不简单了 很多人觉得 像说李永远的 一般就没在买的那样 其实我跟蓝元仲认识的时候 他那时候是在板桥 后舞派出所当主管 其实那时候蓝元仲 说实话年轻 长得帅 谈吐又不错 照理来讲这应该是民运之心 而且他以前都是 剩平时代 房子也很厉害的 对不对 那照理来讲这种人在警戒 应该是前途无量才对 对 可是后来说实话 他之前他又保持得很乐观 他也很清楚 其实他心里面也很清楚 我跟他认识这么久 我没有听他亲口讲过 他弟弟蓝元仲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听过说实在话 那可是蓝元仲他自己当警察 他应该自己心里面也很清楚 他有这样的一个弟弟的话 长官是不可能让他 仕途太过顺遂 局里人都知道你很难干 我本来想生你职 可是上级不批准 局里证调查黑社会 混入警方的事 而且最不喜欢警无人员的家属 是黑社会分子 他也自己也找出一条路 他虽然当警察之后 可是他高尔夫球打得不错 后来也是参加一个 世界警教运动大会之后 也是得了名次回来 得了奖牌回来 所以他在运动上面 也找到自己的一条路的话 表示说他对这个弟弟的拖累 虽然弟弟拖累他 可是他也不以为意 他也能够释怀 所以他能够找到 他自己的另外一个处理 只不过当年的蓝元仲 面临众叛二十年 心中怒气难平 坐牢时脾气是出了名的火爆 只要他的御友稍微不如 又不爽的话 有什么冲突的话 一定在那里面钢王的手法 那管理员要管教他 他也不服管理员管教 那时候其实那时候 其实御方曾经跟他讲说 要恐吓他说 要把他送到绿岛去管训 你知道吗 他竟然说你把我送绿岛 没关系 那我就在里面暴动 你知道他有一次 把棉被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 准备要烧牢房 那个跟以前在绿岛的 那个一清二清的那个时候 火烧岛那个时候 状况不是一样吗 所以他就说 恐吓他说那时候点一爪 御方的人觉得说 你如果这样给他闹房 给他暴动的话 那我怎么这样处理 所以那个时候就尽量说 好 那我就把你关到 个人房或独居房 就让你这样 尽量跟其他人隔开 他虽然被判二十年 可是因为那时候假释条例 所以他十年 关了十年就处理 可是说实话这十年对他来讲 对他有某什么叫化 我发现效果不好 他宁愿他还是维持 那个火爆的鼻子 所以他出来没多久之后 才又犯下了下一次的 那个枪笛中罪 被关了十年 还是熄灭不了 兰元昌他的暴力之气 他曾经说过 他刚入狱的时候 经常梦见自己 手上拿了一把枪 但是等到他眼睛一睁开 才发现原来这是一场梦 他手上没有枪的 他的心情非常低落 因为他再也不能够握到 那一把现在的手枪 而枪对于兰元昌来说 到底有多重要呢 听说他可以特地地租下一整层的公寓 在里头摆满了他的枪支 兰元昌他可以花一百多万 就为了买到一把长枪 因为枪就像是他的第二生命 他可以待在公寓里头 一整个晚上什么都不做 就是不断地擦枪擦枪擦枪 甚至连女朋友都曾经刺慰地跟他说 你把枪看得比我还要重要 因为在黑社围里头 枪就像是一张名片 提到来源昌的名号 就知道他的背后火力强大 甚至连警方的制式装备 都不是他的对手 台中酒店林林商机无限 雀也纠纷平传 90年代经常有酒店枪击案 后来沙路镇长 湖里镇长住处 同样被开枪 治安败坏 警方锁定一名二匪陈志强 涉嫌重大 他随时腰叉两枪 还有带了两个拔拉 拔拉就是所谓的手艺弹 那我们觉得这个事态严重 所以一定要把他抓到 2011年2月11号 警方掌握 陈志强跟女友窝藏在台中聚处别墅 由于他火力强大 台中和高雄两地的警方 组成专案小组 除了刑事干员之外 更调派大批特勤为安 精良攻坚站立 总共动员上百名警力 布下天罗地网要逮人 当时我们的人员是 有一部分人在楼上 有一部分人在他地下室的车工 那边住 顶楼和地下室车道 重重围堵 不能让人给跑了 更让警方惊讶的是 那天晚上 陈志强正在跟蓝元昌 还有同伙黄泉玲 在客厅里吃火锅 等着陈志强的女友回家 当天就是文心的生日 他们三个人准备了一桌火锅 在等他给他庆生 所以他们还没睡觉 凌晨四点左右 趁着女子回家时 要他交出钥匙 警方准备突袭 钥匙串很大 有一点点声音 开门的时候呢 门打开了 只能稍微推一点 那个门后面有一个铁链子 里面有一个黑银 出来印门 然后他以为他的女朋友回来了 他就听到叮叮叮的声音 一出来一看到 我们外面有埋伏了一大群人 他一能不防的门又往回窥 他们退到后面的浴室之后 就开始狂开枪了 听说那时候开枪一开始 这次跟以前的火力又不大 更强大 听说他们一开枪之后 那个天花板全部都全部塌下来 他们就趁这个空档之后 从外面三楼阳台 他们本来是三楼出火锅 就从阳台就潜到楼层之后 就往地下室倒 战场转移到地下室 不过车道有两个出口 究竟歹徒会从哪边企图突围 看到那个停稍微拉到一半的时候 看到我们的人头 拿出了 一把无知 就扫射了 里面也是一波开始出来 而且这一次更夸张的时候 我们进去的是步枪 手枪这一类 出来的竟然是AK47的步枪 所有的那个远警第一排你知道 他们那个盾牌 竟然有些竟然被步枪打穿了 我们的枪又是九龙江 就蹦蹦蹦 然后他们 扫射这个时候开始开战 听到枪声差不多三到五秒钟 我的人已经有三个人受伤 枪林弹雨之中 当时戒备驻守在地下室的游彦龙 马上被榴弹扫到 刚我才刚走两三步路而已 那枪声就起来了 我那枪声也好几枪五六枪跑不掉了 那时候就被跳弹打到 然后被打到就是刚好那个肩膀 还有耳朵下巴 然后我就觉得 怎么那么痛 然后为我中弹了 为我中弹就 被紧急送一 枪声又响起 那那个AXC响起的时候 我们这个特决队的那个分队长 马上中弹了 而且他那个枪 子弹是穿透那个楼梯的木质布 那个木质布这么厚啊 穿透 他整个整个脚粉碎性不足 所以当场又弹了 马上立即送一 警匪两波激烈薄火 远警一个个中弹 还是攻不进去 警方不敢轻举妄动 双方持续僵持 只要有听到AK-47的枪声 我们同仁就只能脸贴着墙壁 去看那边的一个动静 然后随即反击 那这样的枪声就一直延续 延续来想唱那一首歌 就是蹦蹦蹦 他也不敢突围 那我们也没办法进攻 就僵持在那边 警方只有手枪跟冲锋枪 但歹徒拿的可是AK-47 不断扫射 两边火力悬殊 警方的防弹盾牌 根本就挡不了AK-47 他用那个弹头 就是那种钢心弹头 那种钢心弹头 就是会打穿那种 防弹衣的那种弹头 硬度比起来 它的弹头是从钢 钢的硬度会比铜大 所以他硬度大的话 一过去的话 像这些防弹背心 应该是都挡不住了 那个学长他把钢筷推出去 才推出去一下 那个子弹就 拿过来关上他的手 他中架他就走了 然后因为 因为你看到你自己的同事 跟你像说那个压力很大 为了避免伤亡扩大 警方持续丢震撼弹 和催泪瓦斯 就是要把歹徒给逼出来 前面部署了两辆车辆 要阻结它从哪里跑出来 然后后面我们还有一部车 作为国人的掩体 就几坡的震撼弹 跟催泪瓦斯丢下以后 他们就受不了了 受不了他们就要打算要突围 家室在里面 它你们以后就硬冲了 硬冲把你的车子冲开 突然间又听到车子响 这个是我们刚才小组 就是真的要突围 决战时刻到了 二匪们豁出去要杀出邪路 然而警方早就不好活啊 这个时候就是 旁客为主啊 我们就一手为功啊 他要突围 我们在巷口我们就是 啪 就打 一过来的时候 我就开始对他车子吵 就是 对 那个很快一秒钟一两秒了 就当场就把他们车子打得破胎啦 然后撞到旁边的那个铁门 然后整个房子的地下室 那个水管都撞破了 车子撞得扭曲变形 冲撞力道强大 维安特勤的远景回响 那时候开车的黄泉林 像是不要命一样 猛踩油门往前冲 他只有短短一两秒的时间 可以反制 立刻朝车体车轮扫射 必须要让他们停下来 否则一出了车道 要抓人就难了 后来我知道他这个 也是被我打中 打中可能据通知一下 他也没办法 我不晓得是 后来他就直接撞到 这个车道这边 直接撞上去 只有陈志强受到轻伤 能自己走出来 而蓝园窗则是 颈部中散流血 被警方拖出时 狼狈地只穿着一件内裤 请我进来一个蓝园窗 蓝园窗才也摸不到 蓝园窗就是那个 十大窗窗 十大窗窗 漂亮 漂亮 激烈枪战过后 金印水泥墙到处弹痕累累 车子打得稀烂 浅闯白孔 就知道警匪双方都是拿命在拼 这次认为这次跟上司一样 没有那么多 事实上 你看这次叫了三十几年就为 警匪双方也是不然的 然后他到来 他准时讲述为双方 他准备不止 到来双方开那么多枪 经过了这一阵伯火 双方开了一千多枪 把墙壁整个铁门都打穿了 把那个针防车都打穿了 打成蜂窝 蓝园窗因为重弹 没有办法打完之后 他才乖乖地又被逮捕了 才结束这一场第二次的枪战 警方进到屋内搜索 看见三个人来不及吃的火锅 还搜出大批枪械 AK-47 黑心及左轮手枪 以及数百发子弹 二匪的行动军火库 看了让人捏拔了汗 这一场台中史上最激烈 警匪枪战 持续两个小时 造成六名园警受伤 要是歹徒的子弹全部击发 后果不堪设想 到他后来攻进结束 进去里面之后 他们发现说他们运捕下来 在地下室里面还有五百多发子弹 所以打了那么久还有五百多发 那楼上还有子弹 这些东西如果让你全部都运下来之后 那要打多久才打得完 害怕就继续能够伤亡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六名园警中弹 如果再继续薄火下去 不赶快把它制服的话 那说实在话这个死伤更难以统计 更让警方压抑的是 屋内发现了这个东西 就是蓝元昌在他的书房 他是在都在抄写薪金的 或许就是这个穷土末路吧 在他凶狠的另外一个层面 他内心还是需要祈求 另外一份的一个宁静跟思考 蓝元昌躺在医院病床上脸色憔悴 因为当时子弹贯穿颈部十道 由左耳穿出大量出血 钓了 回头了 没法就倒软了 死就死了 扣出去 扣出去 他被打到是以为他死掉了 没有想到我们头盖骨那么重了 是晕倒 连隔壁也都以为他死了 又晕倒了 隔壁也以为他死了才投降 所以他自己也觉得自己 就打那一下 他觉得自己应该就完美了 他醒过来说 奇怪 我怎么还活着 他第一次是什么 他怎么还活着 又要叫你死啊 命大 活下来了 但面对警方针讯 蓝元昌想到的 不是又要进监狱得再被关几年 他讲那个你是队长 你是多少人来喂捕我 我说大概有六七十个 他说那这样我还有一点面子 被抓了还在顾排场爱面子 原来上一次被抓判刑二十年 关了十年假释出狱后 本来有机会洗心革面 然而却因为面子挂不住 再次踏进江湖 沙海亲自告诉我们是 因为他在台中市的时候 曾经在某一个场合里面 被所谓道上的兄弟 落盖 落盖 所以他觉得有必要东山再起 所以在利用机会做统治到大陆去 到大陆去他就是去找到了所谓的 AK-47 那这支枪我们所知道的 它是中共访苏联的突击队的一个 突击专用的一个突击枪 火力非常的强大 那带了这些军火 他想回到台中地区 大都会去想东山再起 东山再起却选错了路 蓝元昌一行 只想要重新在道上被看得起 因为从小觉得不被父母肯定 自卑感作祟 或许踏进黑道后 成兄道弟成了他的慰藉 他知道的是不对 他之前也知道的不对 但是他知道的不对 时事所逼 他没去做那里不行 他认为不行 其实他可以不用 我可以说 你先不要为了 蓝元昌住院时 疑似他女友的女子 带着小男孩 在加湖病房外哭求警方 小男孩的卡片上 就写着想见到你 女子好疼 不要 拜託 拜託 我以为谁疼 女子焦急地眼泪直掉 因为担心蓝元昌的伤势 不断苦苦哀求警方通融 让他见上蓝元昌一面 蓝元昌在台湾过程中 或怎么样 他也没有花天酒地 也没有风花雪月 什么事情没有 他就是跟着女朋友在一起 而且这个女朋友愿意为他逃 跟着他逃亡 为了说即使他落网了之后 他们也还是会常常去看他 就表示说 这女生对蓝元昌 或许也是有情有意义 蓝元昌其实很渴望 拥有温暖幸福的家庭生活 只不过他在江湖上混 等同是在枪口下渡日 大哥的女人每天提心吊胆过日子 怎么能心安 他从小他的父母就常常为了 家中的经济或管家问题 会常常争吵 可是他自己也讲过说 他去同学家里面发现说 原来家庭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嘛 蓝元昌他心里面应该也是渴望说 我能够自己组成一个家庭 而且我组成这个家庭 我可能就不会像我爸爸妈妈过去这样 我要给老婆小孩 一个比较温暖温馨的家庭 只不过他之前做的事情的话 你没有办法让女生有安全感 一错再错 蓝元昌又再一次被关进铁牢内 他只要没有枪在身上的话 他就已经开始没有了安全感 等到他入狱之后 他说他有一次做梦 就梦到说他又抱着他的枪在睡觉 可是梦一醒来就发现说枪呢 枪他竟然在牢房里面找了半天 后来他才经历说 我已经坐牢了嘛 已经在牢房里面的枪当人不可能嘛 怎么他枪被拿走了 就表示说他这一辈子的生命 他希望好像被剥夺了对不对 他也从此就觉得说 应该要该觉悟了 这些枪啊 什么东西啊 就是让他抱着枪之后 他才会拿着这些枪开始晃死了嘛 现在没穿了你就要搁枪了 不可以再走那条路了 不能再走回头路 妈妈和哥哥经常去探监 没有放弃兰元昌 让他感受到亲情温暖 在监狱之中 他就发现说 原来妈妈这样 年纪都已经这么大了 还常常跑到监狱来看我 他对这个儿子从来没有放弃 所以当那个监狱第一次办理 那种为妈妈洗脚的时候 他也赶快去报名 他说他第一次帮妈妈洗脚的时候 才感觉到说母亲的体温 这是真正的一个人 这个人是真正的在关爱他 他觉得说他洗心革命 而且说他年纪也大了 所以他就开始在里面写书法 后来毛笔是 也可以锻炼一些心性嘛 说实话他的毛笔也写得不错 所以从一个天天拿着枪的人 突然间拿着笔 这个整个改变的过程之中 他妈妈跟他哥哥 对他不放弃 对他一直的关爱 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欢迎回到台湾启示录 我是冰翔 我们过去说过了很多 浪子回头的故事 而最后的关键 几乎都是妈妈的眼泪 即使是十大将其要犯 蓝元昌 他也不例外 不论是他在哪里坐牢 蓝妈妈每个礼拜 一定不辞千里跑去看儿子 蓝妈妈跟他说 我一定要等你回来 而就是因为这句话 蓝元昌终于明白 原来在他的心里 其实一直渴望的是 妈妈的呵护 而不是严厉的管教 蓝元昌的手工品 独一无二 独一无二 他自己做的 这个抽出来就会想 结果没电 他做得很精致 你一个这么大耳化痴的 压大刀的 你逛了就 我就在那儿秀真秀这样子 结果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他会懂得感恩这件事情 他可以大不了 买一张赫年卡送给我 对不对 他不必要花那么多时间 他是节节去记 黄颖璞拿着 莱元昌多年前 亲手制作的音乐盒 满是感动 他是知名雕塑创作家 在台中监狱开课二十几年 蓝元昌也上过他的课 大家都叫他最大的 都什么大哥 蓝元昌嘛 最大的 最大的 我是老师这样跟你叫 这样好像怪怪的 你们同学里面才这样讲 叫蓝先生也不是很好 我就跟他说 依你的脑筋 依你讲话的方式 你真的是一个公司里面的顾问 我叫男顾问好了 他就说还不错 我说勇于破坏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艺术家的个性 勇于破坏 我们不要说改过 你光是做对的事情 做久了以后 你的过很可能这样就忘记了 谈起过错 蓝元昌心里有底 直到走上江湖 很伤妈妈的心 这一幅父母恩仲南报经 就是出自他的手 据传他边血边痛哭 他会去烧父母恩仲南报经 就已经不容易了 而且吵到痛哭了 都已经不容易了 因为室友传出来了 听了就蛮感动的 就谈到他妈妈 就会觉得对他妈妈很抱歉 这母子之情 我当父亲的人都很清楚 蓝妈妈一有空就会去探监 他告诉儿子一定要等他回来 慢慢的蓝元昌终于回悟到 母爱伟大 开始反省过去 所以蓝元昌 他的一生给他回顾的时候 他就是因为没有办法 社会不包容他 没有让他有一个好的 发展的机会 等他年纪大了静下心 我就说他这一次在监狱里面 看到妈妈给他的关怀之后 他才有时间 有那个机会 静下心来回顾他的一生 他就发现说 我往来做这些事情 我的代价就是我半四人 都在监狱里面渡过 所以返路当然也不好走 他是说 暖暖暖暖 就是说好像把社会弄得 真的乱操操的 让大家整个不安 生活的都不安稳 那也不太好意思 日前台中监狱推出 受刑人创作演唱专辑 对被韩人家属表达歉意 由受刑人拍摄MV之外 蓝元昌特地现身旁白 我想要跟你说 是在请你管了我 他知道这个是必须去做的 我认为基本上 他有一点赎罪的感觉 但是他可能把它只是解释成为 这就丢的事情来做什么 欢迎回到台湾启示录 我是梅翔 蓝元昌过去拿枪的时候 现在敢拿了毛笔 我们看到这是他的书法 而他的内心 也终于真正的平静下来 他是周良敦 国宝级书法大师 在台中监狱教书法课 长达二十几年 借着笔墨文化 熏陶教化不少受刑人 蓝元昌也是他的学生 我就告诉他 我训练一定从 最困难的楷书开始 那他也愿意 到现在我发现 他的楷书 就如他的人一样 但是还有他的个性在就是说 比较硬朗 比较受硬 他就是说他个性的反应 想要叫他再写稍微宽胖 风语一点 就让人的胸襟要跟着这样子 因为我常常讲自如其人 你把你的胸襟 你把你的气度 格局把它写出来 我是想这样 叫他写大字 写得风语一点 我想对他也有一些帮助 看待事情来讲 会比较正义 正派 正面一点出来 周梁端上课很严厉 尤其教作也是基本 不过通常会进书法班的 大多是重刑犯 星期长写书法打发时间 沉淀心灵 可是要这些大哥级重犯 静下心来认真写字 不容易 如果别人教四章 他大概教个十章到十二章 大概三倍左右那么多 所以说这里你看 有些人就是说 可能有些人 我写什么会儿 我写一个艺术就好了 不可能进步 他真的在写 我看他在书法里面的进步 大家没有想到 一个能说大哥级的人 可以写那么好 蓝元昌写书法 不只比同学勤奋 七年下来的水准 让老师很称赞 他应该在全国的悠闲里面 应该会 应该会 不是应该会 肯定会 然后再拿到一二三四五名以内 说不定第一跟第五名 第四名会有结缘的机会 但是他就没有参加 我如果叫他说 你也可以参加比赛 他说不要 不要让他去比赛就好了 他也不想多人风采 反正是我不比赛 我就平常不用练那么多 不是啊 他就自我成长就好 无关乎外面得名不得名 他真的内心就喜欢 蓝元昌曾说过 枪是第二生命 然而过去拿枪的时候 现在改拿毛笔 每天写字成了必须 他说老师我现在写到这个地步 我一天如果没写书法就很疲倦 你吃吗 没写书法不行 也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大概七年左右的时候 七年到现在大概七年 那这七年当中 我发现他在写的时候 就是从不知而变知 写字变写书法 因为写字就是把字写漂亮而已 现在写字是要用方法写的 荣辉贯通写书法 各种字体都写 蓝元昌练字眼磨心 结果他会告诉我 老师你最后 其实教书法以外 你教我什么我也都知道 这一点我就觉得很敬佩 他了解我内心要 给他们多了一些什么 就是人书并进 我常常在里面讲 就是要人品比书法好 就是人品为上书法次之 这个是我一直一直要求的 他在这方面确实冷静很多 因为你知名度大 所以说要稍微这方面 要比别人特别留意一下 你的行为大家都把你放大去看 那他说老师老师我知道 拿刀拿枪做尽坏事的双手 改拿毛笔 在狱中勤列书法的他 真人像是蜕变了一般 杨元昌书法写得好 曾跟狱友开书画连展 字序中他提到 在漆黑的舞台上跌跌撞撞 觉得世界上的人都跟我作对 对所有人事物充满不信任 在狱中学书法 即参加才艺社方 让他学习到另一个层次的 思想和道理 他不再存有实不我语的借口 而且面对困境中的朋友 要奉上一句共也知 宁可因理想而遇上挫折 不可因挫折而失去理想 从另一个 比较同理性的角度去看事情 以前就比较没有这种角度 都比较我心我素 不再是目中无人的冲动个性 老师眼中的蓝元昌 现在懂得感谢施恩 翻开2015年收到的卡片 蓝元昌对重获自由充满期待 又是新的一年来临 地已进二级 在两年就可报假释了 越来越接近 与您拔酒延欢的日子 回来请不要贏了 你就是你自己的老爸 会记得这很重要 他还说对啊 没错 很认同 你这样弄在什么 很认同 我挣下去 抗压性 抗住了 你就是英雄了 你再把枪拿出来一开 你又高兴 面对就不要挡 不可以 走啦 有八条路好走 不一定要跟你眼睛这条 他后面出来 如果去做教会书 绝对有说服力 所以我还真的很想帮他引荐 来做一些志工 往这方面的 因为他的税务力很高 他税务力很高 因为大概 这方面有兴趣 有点 我发现到他有兴趣 他很愿意帮这些人 感谢您收看今天台湾启示录 我说明详 我们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